今天在节目当中 我们了解了最美的寓意 看到了最美的相遇 也感受到了最美的教育 其实童真不只属于孩子 也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愿我们都能永保童真之心 岁月蹉跎仍嘴角上扬 时光流转仍心向阳光 接下来就让我们为大家 共同推荐 衣赏中国童真之美主题文样 今天为您推荐的是 状元竹马童戏文样 它截取自明代孝敬皇后的 一件白子图女夹衣 文样描绘了一场 天马行空的艺术想象 少年骑竹马 头戴乌纱帽 身穿圆礼袍 童子持伞直骑 孩子们正在幻想 自己已经长大成人 状元极地 每一段童年都有美好的故事 每一件童装 也都有迷人的传说 愿少年竹马 岁时无忧 直上青云 衣上中国 截取白子图部分文样 标记童真之美主题文样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衣上中国审美解读人 范迪安 我个人非常期待 童真之美这一期节目 因为我和很多画家朋友 经常在创作遇到困惑时 就会想去看看 儿童的绘画 因为在儿童画里 充满着无拘无束的想象 和天真浪漫的表现 当然我们不可能回到儿童 但是童真之美 却总是能够激发我们 发挥更多的想象 中国灿烂的服饰文化中 不仅仅有成人服装服饰的美 还有非常丰富的儿童服装服饰 从牙牙雪雨时的肚兜 背带 短衫 再到嬉戏玩甩时的马甲 风帽 童装凝迹着亲人长辈的关爱 在造型文样色彩上 也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理念 特别是对儿童成长美好的祈乐 冰心先生曾经这样形容童心 它是世上最透明的东西 没有一点功力的色彩 它是茫茫荒原中的一抹心绿 是春日万物复苏的欣喜 是成人世界不曾出现的风景 和一种永不停歇的追求 一些美好的东西 都有童心的印记 一些美丽的东西 都与童心的本质相通 童心之美体现在童装上 而童装之美贵在童真 请用美好的心灵去描绘它 表现它 用最好的创造去设计它 因为童心不敏 方能梦想永在 字幕志愿者 杨茫赎差诈 全片